朱高 朱高 那个 你帮弟弟个忙 帮我把淑琴劝回来呗 知道老婆好了 她当时怎么说来着 她说离就离 这是你狗嘴里吐出来的是不是 我是 我这 当时不是喝多了吗 行 您说狗嘴就狗嘴 只要淑琴能回来就行 你们真的不知道 我这两天是怎么过来的 知道你怎么过的 喝呗 喝完东家喝西家 多自在啊 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日子吗 清哥 您就别笑话我了 那我以前敢出去喝酒 那不是因为家里有老婆吗 你看这两天家不像家 人不像人的 连个干净衣服都没有 我是正面穿完穿反面 您闻闻都有味的 快 快 味还挺带的 快 快 快 走开 臭死了 现在难受了 早干嘛去 别忙 瞧你这可怜样 帮你跑趟腿也不是不可以 哥 但是 舒青能不能听我的 我也没把握 听 他肯定听您的 这事呢 是你犯错在先 对 所以你得有个态度 什么态度 自己想 我明白了 我去跟他承认个错误 没问题啊 反正以前也没少承认嘛 这个错就完了 那 那 不是 周哥 我的脑子反应有点慢 这样你就直接说吧 我如果把树心劝回来 你能不能把酒给借了 没有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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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我就循序渐进地给他借了 那你就循序渐进地 接着过这日子吧 周哥 周哥 妙妙 妙 你别走啊 周哥 我借 我肯定借 真能借 只要你们 能帮我把树心劝回来 别说是借酒的 借饭都行 没让你借饭 这样吧 你先写个保证书 顺便把银行卡拿出来 以后你家的钱 抒情接管 至于吗 至于 不是 周哥 我 我一个男的 让女的管家 那我生事 对不对 你做不到什么 那就算我们没说 别别别 周哥 只要树心愿意回来 我什么都愿意 哪儿弄来的车呀 您不是让我找辆好车吗 这车怎么样 我找同学记的 怎么样 够面子吧 够够够 够 上车 好 你下车 您开啊 怎么了 我还以为你只会登自营车呢 山路多 我对你不放心 我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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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哥 你说一会儿我老丈母娘要是骂我怎么办呢 我看这是免不了 那我老丈人他要是打我呢 你这皮糙肉厚的还怕打呀 打你就好了 那是给你台阶下来 那行 那我就期盼着他打我 记住啊 到了那儿 先什么都别说 好 把保证收回银行卡一交 好 剩下的我就帮你办 行了 周哥 那我就只帮你了啊 嗯 老爸 别生气了 我错了 真的 那个 周哥可以帮我做账 以后我再也不喝酒了 我要是再喝的话 我就堕落我自己的嘴 好吧 这 这 拿着 这 以后咱们家所有的钱都你管 好吧 还有 我这儿有一个保证书 要不我给你念念 借酒保证书 亲爱的 我怀着十二万分的愧疚 以及十二万分的懊悔 写下这份保证书 我的性格 较为直爽 酒桌上从不作假 而且总担心自己喝少了 人家喝多了 对不住人家 喝到最后 帮忙是人家一丝一丝 我干了 如此一来 我几乎是每喝避醉 而且是明 算了 淑金 这次 我要替杜珊说两句 这以前都是他的错 我已经替你骂过他了 你如果心里还有气 那就出出去 打 骂都行 他又敢说半个不足 我收拾他 找她 走 周哥 这些年 也没少替我们两个后子操心 谢谢你 但这事我想清楚了 离婚 反正这日子我也过够了 我不理 这事你说了不算 初子 你的戏真好 我都嫌了 你看 杜珊这回是铁的信要借酒了 保证书还有这银行卡 收着 周哥 我没演戏 我是认真的 我决定要跟杜珊离婚了 房子 钱 还有孩子 我都不要了 都给他 淑珊 那天不是咱们说好了 你到娘家待几天 吓唬吓唬山吗 你可千万别弄成真的 你这么做 那就是违背了咱的初衷了 我这几天在娘家住着 把好多事都想明白了 你说我嫁给他图什么呀 我跟他这么多年 我过过几天好日子 书记 书记 我知道你很委屈 杜珊有很多毛病 但是就算他再婚 你对你和孩子还是不错的 你不在这几天 他自己吃风便面 几大箱都吃完了 但是他不让孩子吃方便面 每天给孩子单独做早饭晚饭 他以前哪做过这个 而且孩子上学一天都没吃到过 再说你们打架 你想想 每次不都是你打他吗 他真打不过你 那是他让着你呢 周哥 你别劝了 我这次是铁了心 要跟他离了 你们走吧 站好 这 这周哥进去时间也太长了 我都快筛成人杆了 要不然我自己进去解释解释吧 让你站好你就站好 说不定你老婆是在考验你呢 怎么办 怎么样 周哥 都谈好了吧 那我去给他收拾收拾东西怎么样 咱们先回去吧 看样子 他这回是铁了心要跟你离婚了 不是 周哥 你不是说这事交给你来办吗 不是没办成吗 周哥也有办不成的事啊 那怪谁啊 走吧 我这都到门口了 你干嘛 你干嘛呀你 噓 噓 噓 这送钱都送不过 好 好 好 走 周哥 我知道了 就我跟叔姜我们俩结婚之前呢 他们村里有点什么事 神不亮的 一直在追求他 你说 你说他这次回去以后 是不是 是不是跟他好上了 别胡扯 不是 那为什么回到娘家以后 就非得要跟我离婚呢 你老婆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知道 她要不是为了你 为了你们这个家 那早就跟你离了 还等到到现在 那你说为什么呀 其实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上次调姐的时候 我就跟他提了一句离婚 他立马就急了 怎么这次态度这么坚决 周哥 我反正不管怎么样 这次我就指望你了 好 你指望我 就听我的 我听 我全都听你的 这夫妻啊 要么就是上辈子的仇家 这辈子来算账 要不上辈子是债主 这辈子来要债他 那您干曹阿姨呢 那他们家上辈子 一定是积了大德了 找了我这么个好老公 周叔 你说淑琴姐她离婚 不要房子不要钱 你就算了 现在连女儿都不要了 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啊 我反正觉得她不是这种人 这以前的变化有点大 是不是 对 你看看这个 哪顺手牵的草啊 这不是刚才在淑琴姐家 看到了这些东西 然后我就顺手拿回来一点 您看这是不是草药啊 是草药 她家有病人 没听说过呀 去的时候她父母 不是还下地去了吗 身体挺好的呀 那会是谁呢 会不会是淑琴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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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医生 你好啊 我这儿有一种种草药 我在网上查了半天 也弄不清楚 她到底干什么用的 现在 我把这草药的照片 发给你 你帮我确认一下 她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周警官啊 这种草药啊 叫长春花 我不知道啊 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不过我就直说了啊 这种草药 具有抗肿瘤的作用 一般的是用来配合 治疗癌症的 你们俩在这儿待着 我去叫舒琴 你找谁呢 你找谁呢 老哥 这家没人吗 你是不是找舒琴 对 舒琴在山上茶园干活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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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世勤 张世勤 周哥 你 你咋找到这儿来了 这地方多好啊 怪不得你来了 就不想回去了呢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的 但我上次都说清楚了 那婚我肯定会离的 你就别白费力气了 张世勤 你死气败累要离婚 是不是因为这个 你是不是偷偷摸摸 在吃这药 周哥 我们俩的事你就别管了 说得轻巧 跟你们夫妻来认识那么多年了 能不管吗 实话实说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信不过杜珊 还信不过我啊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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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挂 这村里的空气真好 走 慢点 安安静静的 已经确诊了 我还特意去了两家医院 都说是陆下癌三期 都是让杜珊这小子气的 周哥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玩笑 是 现在最要紧的是把病治好 我打听了一下 说我这病怎么也得十几万 治得好治不好还不一定呢 我不想费那个功夫了 所以才要跟杜珊离婚 他这么大的事 不能不让他知道 让他知道有啥用啊 他是能拿钱给我看病啊 还是能伺候我 啥也指望不上 我也不想连累他了 周哥 我瞅一件事行吗 什么事 你帮我看着杜珊 今天还太小了 这哪儿看得住啊 要看得你自己看 淑珊 淑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好 这样吧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谁呀 来了 淑珊回来了 淑珊姐 找张警官 这你得叫嫂子 是我们家的领导 嫂子好 是淑珊吧 总是听老舟提起你们家杜珊 嫂子 让你见笑了 你能陪我走走吗 你得扶着我 来 慢点 来